虾仪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城 所以那里的扇贝叫虾仪扇贝 向我漂洋国海来到中国 请教我经商扇贝 但是不管是从哪来的 只要到了吃货的手里 啥都能变成美食 做扇贝 我可是一把好手 看我七十二遍 扇贝最简单的吃法是直接蒸一下 如果你喜欢法式 那法式具备了解一下 不说 如果喜欢吃中式重口一般 接边烧烤 蒜蓉粉丝扇贝一定不要错过 虾仪扇贝营养价值高 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和脑黄筋可以提高智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石榴坚旧 榴坚旧不够 这一位 变成石榴坚旧 榴坚旧不够 这一位 我就是想计算一下 做我家到你洗礼的局里 扇贝可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海底 你以为的他的移动方式 其实他是这样的 扇贝之所以可以游动 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壮的比克机 我这强大的比克机 都是我天天起早弹黑 锻炼出来的 下节海洋运动会的游泳比赛 我终于不是倒数的了 谢谢 你的比克机真好吃 吃货就爱 让你个菜